都说警察有吸引犯罪的体制果真没错 晚上上酒吧喝个酒还遇上了枪击案 还能不能让人过点正常生活了 闭口饮料差点枪嗓子眼都没来得及咳嗽就拔枪出去抓人了 加百丽一出门就看到有人被枪击中倒在了地上 他靠近检查了一下被害人的情况 随后就看到一个人往暗处跑去 加百丽警告对方站住 可嫌犯不仅没有停下黄回头冲他开了两枪 于是加百丽就进行了回击 等他走近以后发现一个男孩倒在地上 可手上却并没有武器 救护车赶来以后 泰勒警长让加百丽跟着男孩一起去医院 看看在途中能不能审问出点什么有用的线索 可加百丽不知道的是 泰勒其实在为保护他争取时间 很快一名女警官就赶到了现场 可这回并不是布兰达 而是政务调查司的雷德尔警长 他来的目的是为了调查加百丽警员是否按照规定执法 他安排手底下的警员去调查案发现场 之后自己就去医院找加百丽去了 另一边加百丽正在急诊室外面等待嫌犯的手术结果 布兰达也来到医院 他问加百丽嫌犯在救护车上都说了什么 加百丽说男孩一直重复说他不想死 本来不应该有人受伤的 说着他突然反应过来 布兰达不是应该在现场取证吗 怎么这个时候会跑来医院 布兰达说现在还没轮到重案组调查 要等政务调查司对他的行动初步调查以后才轮到他们查案 加百丽觉得不可理喻 他明明是正常执法 布兰达让他先冷静下来 他要赶在政务调查司来之前尽量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样才能尽可能帮助加百丽 加百丽说当时我听到枪声以后就跑出了酒吧 看到被害人躺在地上 之后看到持枪人逃走 我表明身份以后让对方停下 可他转过身冲我开了两枪 于是我就回击 之后他就中枪倒地了 布兰达说你确定当时嫌犯确实冲你开了两枪吗 加百丽说我确定 接着布兰达说嫌犯手上没有凶器 地上也只有你开枪留下的弹头 所以调查司肯定会认为你没遭到枪击 并且还开枪射击了一名手无寸铁的人 就在这时加百丽的律师也来了 加百丽说我没做错任何事 我不需要律师 可布兰达却告诉他你需要律师 律师前脚刚到 后脚雷德尔警长也到 他质问加百丽为什么在开枪打伤嫌疑人后善理案发现场 加百丽想解释 可律师却阻拦了他 于是雷德尔没有再继续问 他只让加百丽做了酒精测试 第二天 雷德尔和布兰达在领导办公室一起商讨案件的调查顺序 雷德尔坚持加百丽打伤人的案件跟凶杀案无关 所以他要先调查完以后重案组才能去现场 以免妨碍调查的公正性 可布兰达说如果持枪人并不是被打伤送到医院的那个男孩 那为了公共安全 避免罪犯再次行凶 他们必须第一时间调查凶杀案 最后领导决定两人一起展开调查 并且共享调查结果 于是布兰达火力全开 开始了紧罗密鼓的调查 他必须得赶在雷德尔之前查出案发当时的情况 否则加百丽可能就要面临失业的危机了 解剖势力 法医检查了被害人的伤口 发现被害人的伤口非常奇怪 正常的枪伤会造成皮肤撕裂 留下不平滑的边缘 可被害人的伤口很干净 因此法医推测他是被打把用的冲孔型子弹击中的 而这种枪只能在较短的射程内才能做到准确击中 警员从子弹判断出凶器应该是一把左轮手枪 这也解释了案发现场为什么没有留下弹壳 另外警员还调查出 在案发现场有一对目击者夫妇 他们的车停在路边大约有一小时 看到了枪击的整个过程 也看到了凶手的样子 但把男孩的照片给两人看的时候他们却说不认识 男孩到底跟这件案子有没有关系呢 现在只能先去现场看看再说了 布兰达领着组里的所有警员来到现场 他按照调查司标识的位置模拟了案发当时的情况 这时候一名警员刚好站在了另外一名警员的身后 造成了视觉的假象 这让布兰达突然意识到 当时的情况可能是持枪者站在了男孩的身后 朝加百列开了枪 但因为在晚上加百列只看到了射击发出的火光 就以为只有持枪人一个站在那个位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加百列在击中男孩以后 没在他身上看到枪 于是布兰达也明白了 男孩应该只是负责放风 开枪的另有7人 他们两个是协同作案 布兰达又站在标识加百列的位置上放了几枪空弹 从弹壳掉落的位置上判断这个位置明显不对 他应该是站在更近一些的位置 布兰达站到正确的位置 再回头瞄准了一下 于是很快子弹也被他找到了 怪不得现场没找到凶手打出的子弹 原来正好埋进树干里了